四国在梅河口寨的首场比赛,中国南蓝蓝队以96比62大胜安哥拉队,虽然从比分上看赢得比较大,但很多球迷对这场比赛还是不满意,暴露了不少问题。 希望杜丰能在赛后总结一下,比分上悬殊比较大,比赛却打得很火爆,尤其是安哥拉队动作比较大。 蓝队小伙子们有三名球员受伤,其中四年后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李小旭更是在比赛中,被对手凶悍的防守鼻子给打出血了。 要说本场比赛,给大家最大的惊喜,其实不是砍下全队最高分的吴钱,也不是灵光一线的天才后卫胡明轩,而是那个已经离开了国家队很久的老将李小旭。 他在四年后国家队的首秀,就打出了非常惊艳的表现,让很多球迷非常欣慰。 李小旭在比赛中鼻子被打出血了李小旭。 李小旭自从2014年代表中国队打完全运会后,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国家队上了,四年后再度出现,首场比赛就打出了非常惊艳的表现。 李小旭全场上场32分钟31秒,2分球5中3,罚球5中2,拿到8分9篮板四助攻二抢断。 非常全面数据,这也让大家看到了当年的那个中国魔兽又回来了,更何况李小旭在这场比赛中,受伤的依然带伤上阵,更为难得。 相信看到李小旭在国家队的这个表现,辽宁队主教练郭世强心里乐开了花,因为李小旭可是辽宁队下赛季能否未免的关键人物。 上赛季李小旭和贺天举因为伤病原因,状态不佳,大家都知道。 李小旭是辽宁队除开洋名外,资格最老的球员,他在04-05赛季就代表辽宁队打CBA,已经是13年老兵的他,其实现年才28岁,正是当打之年,只不过在2016年夏天体测试受伤后,一直没找回当年巅峰状态。 今年辽宁队多得球队历史第一座总冠军后,他们下赛季力争为免,但球队演员并不现实的情况,怎样把李小旭和贺天举这两大主力状态调整,到最佳成为今年夏天。 辽宁队最为重要的事情,于是辽宁队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特训,一个多月回来后,效果显著,他们在身体上看,已经达到了最巅峰状态。 李小旭去美国特训后效果非常明显,果然,从美国特训回来后就是不一样,从本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到昔日的那个中国魔兽又回来了,抢下9个篮板球威权队第二高,其中更是有3个前场篮板,上赛季不见得中投也有了,相信下赛季辽宁姐说的那句经典台词,好的,小旭,又会经常出现,其实和篮板和进攻相比, 李小旭的侧应更让大家高兴,本场比赛李小旭一共送出了4次助攻,和胡明轩一起并列全队最高,再没有了郭艾伦、赵继伟、刘志轩等人的情况,又是辽宁球员站了出来组织全队进攻,李小旭的状态回涌,最高兴,的当属郭是强了而李小旭状态回涌,最高兴的当属郭是强了,在上赛季李小旭有多达9场比赛得分挂零, 而其中辽宁队输掉的比赛就有5场,从这也可以看出李小旭对辽宁队影响有多大,现在李小旭从美国特训回来后,又回到了巅峰状态,那辽宁队的最大软肋也补强了,哪怕是下赛季新疆队和广东队频频引进针对辽宁, 郭世强又合拒他们,特别是李小旭的侧影和中投回来后,由他站在拔球线附近,辽宁队上赛季频频吃扁的破联防也会得到缓解,相信李小旭的状态回归,会让辽宁队未免多了一份鄙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